各位网友,八戒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5日 这是今天第二场多报点评节目 今天事件比较充足 没有其他的事压力 所以给大家继续更深入的 谈谈一些新消息 我上一场讲到 如果中纪委的网站 这个字今天明天后天都没有新的 抓飞席家进行官员的消息 那么似乎就佐证习近平出事 对吧 今天中纪委的网站非常有趣 和昨天一样 禁止了再抓人方面 河北省工程大学原副校长崔建国 昨天讲到河北省审计厅 一级巡视员巴凯利 接受调查 如果明天还是这样 后天还是这样 一周都是这样 那就有点意思了 是吧 因为现在这样讲吧 你观察习近平现在是否还掌握着权力 那你就看 一个是军王 对不对 军王是讲什么 军队 因为中国的军队啊 不是一个独立的防防力量 和美国加拿大不一样 加拿大的美国的军人能干政吗 根本干政不了啊 是不是 中国不一样 谁掌控军队 谁就有权 对吧 他今天的军王 还是在吹捧习近平 而且反复强调习主席 对吧 至少从现在 还不像现在有些人讲的那个样子 那样讲肯定人们喜欢听啊 其实现在喜欢听这个新闻呢 其实就来自一篇文章 就上一场我曾经给大家介绍了 就万维网有一个博主就呼害 这个人以前我注意到了 他写的不错 他文笔也挺好的啊 他就讲到了 就习近平啊 一件小事暴露了习近平的秘密 那么我们今天有点时间 给大家仔细的就是介绍介绍这篇文章啊 这篇文章讲就讲 今天的中国政治头条 无外乎是习召开国庆晚会 邀请了大部分中共元老出席 就以前呢 习近平上来以后呢 不仅是不把这些元老们放在眼里 而且甚至要和毛泽东比肩 是吧 大有什么横空出世 不可一世 结果现在 这个头逛撞墙摊回来了 这里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什么 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特别孤立 得罪了美国了 俄乌战争又和这个 俄罗斯捆绑到一起去了 又折作无上线 俄乌战争俄罗斯又打得不咋 不怎么样 习近平并没有如愿 就是震慑台湾 是吧 台湾也不害怕 赖兴德越来越强硬 所以日本和美国都是 关系非常密切 对吧 然后台湾大选又是 他最烦的两个人 是吧 肖美琴和赖兴德 另线 是不是啊 那对内呢 经济又搞 现在就这种情况 一塌糊涂 所以的确是 在这形势下 习近平不得不 习近平不得不对元老们 来吃出一点小菜来啊 那这就讲到了这一次政治老人的出现 他说 李律环 温家宝 两位是温和立场的元老 安排在自己旁边 予以呢 不可的礼遇 他确实他这个举动就等于向元老们投降了 就是哄一哄他们 不像以前了 对吧 他还在讲话中 他是吹捧老一辈革命家等等 并大胜击辅加强党中央集体领导 也就是说这个三中全会似乎给人感觉 就习近平挫败以后 要回到原先的集体领导的一个情况了 那到底他能不能逼退他 现在还不好说 他说 事有意 令纵元老给积极响应 壮声势的意思 老席子登记来 一直严访元老参政一阵 立行杜绝老人干政的做法 逢年过节 不得已退休元老 出境露面 只点到位置 尽量低调 今天却反其道而行之 积极拉拢元老自能事 似乎有所需求 令人不得不顿生疑云 反常必有妖 他到底妖是什么 就是他这个博主 首先发现了一个细节 就是陈国强调动 现在好多次媒体 因为都是同堂嘛 有些人 就可以当成自己的发现 其实不是 全都来自于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仔细研究 中共军队的人事变化 他讲到9月29号 这是可是财新网报道的 已经被官方证实 可不是传言 那么位于湖南长沙的 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原先就是哈军工 他先叫匡王大学 再搞到这个长沙了 他为什么放到这里 就是为了应对战争 就是你这个军校 培养学生的时候 要在此地 你要在北上广深 一旦打起仗是第一线 对不对 你看金金纪 我讲到了 然后双城级 把内地 内地安全呢 你看毛东时代也是一样 当时要和前苏联打仗的时候 对不对 叫深挖洞广机梁 咱们中学很多同学 关系都很好 突然间掉走了 掉到哪里四川去了 是吧 就证明现在和这个局势有关系 那么大名鼎鼎的哈军工 他说前身就是1953年的哈军工 就这个地方 现在迎来这个新政委 政委是谁呢 何许任意 陈国强 宗将 就陈国强突然间 由原先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一下到了军校去 我上场已经讲到了 一种可能是什么 是习近平失去失灵 张有霞走强 腰带弓的张有霞 弓拿出来了 是吧 应验了推背图 另一种可能是习近平准备打仗了 需要培养人呐 这打起张人 这个战争不只要持续多久了 十年二十年 这可是大国比拼 要真正中美打起来的话 那可能这十年战争 二十年战争 三十年也说不定 那就需要不断地培养什么 培养洗脑的人 也不一定是习近平走路 对不对 反倒是他重视这方面培养 这很难讲了 现在不好说 那么但是肯定是人事变化了 那么国皇科技大学直属中央军委 还可以介绍这个学校的情况 少长叫黎湘 是校长 黎湘是少将 中科院院士 雷达专家 你看 他的军校里面都是人才 你必须现代化战争 在培养懂军事的人 你不能说习近平傻 军头们都傻 军头有好多人 有本事 都是大本 你比如说我关在旅森海军基地看了所 我就知道 那小学小站就告诉我 你要想当官 必须是大本 我说什么叫大本 大学本 隔壁大本 隔壁那个 我上次讲 就墙壁的那个沙滩老婆 那个那个厅长 李厅长那个大本 大连海军 舰艇学员毕业的 他们在当厅长 厅长相当于 他说当营给 营给官员 这里讲到了 他说 现年61岁的 就是这个 陈国强 他就介绍他的情况 就是 前任是谁呢 政委叫夫爱国 是少将 二十岁中央后部员 六十岁 比陈中将还年轻 是据报道 陈国强中将 赴任以后 立即投入到新生接待工作中 那你说他是扁了是什么 咱们不好说 对不对 我不刚刚讲这种两种可能性吗 这是胡亥给大家提供的消息 这个消息被一些自媒体扩散了 变成他们的独家发现 我这里从来不略人自媒 谁就是谁的 因为激动大家的智慧 一个人不可能你都 你这个目光如趣 这篇文章讲到了 陈国强是谁 六十一岁 1963年4月生 河北洪水部成人 他是空军中将军 以前他是空军 陈国强曾任空降兵 十五军 政治部主任 战略知识部队 航天系统部 政治工作部主任 中部战区 政治兼政治工作部主任 你看 看来他以前是一个什么 是个洗脑机器 是搞洗脑的 21年8月 调任中央军委 专职副书记 因为这个军队 习近平上来以后 他没有 没战的道理上 就是抓人 所以军队当中 抓人的两个大佬 一个张胜云 一个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施权派 他是常务副主任 他告诉你 他是21年8月 调任中央军委 纪委专职副书记 后兼中央军委 兼委副主任 也就 尼斯瓦臣 魏凤和 李尚富 习近平下令 肯定他的执行 对吧 操刀手 2022年10月成为 20届中央军委员 海外媒体大纪元 据此发表文章 题目叫 军中清洗朝下 中共国防科技大学 人事异常 但具体有何异常 陈宗将的调任 有何深意 事故作者 不甚了了 为病给设计 你看 也就是 胡亥这篇文章 也来源于 大纪元的一篇文章 现在大纪元 影响力越来越大了 在海外应该讲 反共的媒体 大纪元是一路被骗 当然大纪元 就是法轮功内部 出现了一些问题 问题是问题 大方向没有问题 反共的媒体 这个综合的实力 还是大纪元 你要知道 这篇文章讲 他说 今年两会期间 敏感的香港媒体 追踪人大代表 陈国强 就问他 李尚富的情况 李尚富不明确 他习近平提拨 突然间抓了 抓之前 还有秦刚也出事了 是吧 人们就猜测 有的人就问他 问他是对的 因为他是具体 操办这个事的 对吧 习近平不可能 认认所有的事 他自己亲自做 他就抓谁 他决定了 一个底线执行 那么他就讲到 从香港记者 这些照片来看 陈宗将 一表堂堂 确实从长相 这个男的 很潇洒 隔矮 不失沉稳 一看便知是 身负重任的 军中英才 由此可见 陈国强的身份 到此暴露无疑 他是军中 反腐工作的 第二把手 我给大家 可以看一看 看一看 陈国强 他是想这张照片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今天天气也挺好 你看 这就是陈国强 就是他 就这个人 你看他的长相 今天是挺潇洒的 讲到这个人的情况 他就讲 他这个变动 有点异常 那么这篇文章 认为就有可能 表示 表示出什么呢 就习近平在军中 的势力 受到了什么 受到了一些调整 就原先有实权 这个人 现在下来了 到这里来 到了虚指 是培养人才军校 他由此可见 陈国强的身份 暴露无疑 他是军队 反腐工作的二把手 是李尚富 魏侯和李玉超 等军中 大案要案 具体操刀人 是在军中 历次兴起 打狱的 执行者 当今的周姓 来郡臣是的人物 他讲这个人物就下派了 他给我的感觉 那个意思就是说 他由此推断 张永霞说了算了 是吧 他说 记得12年9月 十八大前夕 这就引用以前 中共的 就是内斗的 就规律 他说 江泽民 对胡锦涛 发动政变 调离了胡锦涛 身边的三个人 只胡语义 顿时 陷入软禁状态 除了另计划 调任中央统战部 另计划到中央统战部 就没有视权了 对吧 明显的权力削弱了 那么 胡办主任 陈世锯 调了 政协专制委员 就到政协去了 就是陈世锯 陈世锯是在 贵州就跟随着 这个 胡锦涛老胡 忠心耿耿 也没有什么野心 习近平也没怎么整 因为这种人 他没什么本事 就是一个听歌 其实就是一个给领导 留学派马 擦皮鞋 说军中办公室 办公厅副主任 兼中央军委办公室主任 吴志明少将 调任总装部 装备人才学院政委 看 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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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主是 抑郁这些事情 推断习近平时 失去势力 就张又霞走强 有元老人推动的 今天 我看老门报道里面讲 他说是曾庆红和张又霞联手 有三个派系 在三中全会上角力 有一派是胡锦涛的人 他推胡春花 有一派是曾庆红的人 就推张又霞 就是张又霞这派系 再就是习近平困守他的权力 这个似乎是给人感觉 好像像 咱们很难讲 不好判断 我们来看他怎么讲 他说 邦金的陈国强宗将 如同当年的吴少将一样 像吴志明一样 他说 从那么高的位置 一下子调去 搞大学招生工作 落差自大 各项而知 他说 最后他指出 进入七八月以来 中国军队领导层出现 全力转移的蛛丝麻跡了 就从这些蛛丝麻跡 推断习近平 恐怕 辣头不高了 他说 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 似乎通过调配 几大占取司令员的任职 将中将 中部 北部 南部 占取至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以北部战区 中部战区 庞大的重装铁甲兵团 逐渐对经济地区形成了 共伪之势 从而掌握了中共军事 随时出现了许多事故 急派降临 不安于位的人员调动的传说 今天还有很多消息 讲到了 这个刷 那个刷了 我看有的自媒体披露了很多 这些东西不好验证 为什么 现在你不像人家今天 人家的博主 讲到陈国强一样 那是财经网官网 证实的 当然作为一种传说 还有在观察 那么这篇文章 告诉你 他说这个目前陈国强宗将的去职 可以说是第一个被官方正式实施的 棋派高级将军 确实 这要看过几天的军王 如果军王又突然间像三宗全会刚结束 那个时候 都提习近平 那习近平可能就基本上就完蛋了 说不定哪一天抓了抓了 突然间这些活人全抓了 习近平只要一下去了 我跟你讲 这些爹小二 什么李强 陈明尔 什么这些人 我认为很快就 王晓 很快就给他逮起来了 因为他也没什么钱 他就开马屁 就一朝天子 一朝臣 很难讲了 这篇文章还没完 他说 目前陈国强宗将的去职 可以说是第一个被官方证实 失去势力的西派高级将 主管军纪委的各线人物 发配长沙 也说明 习主席军队反腐运动 遭遇了巨大的阻力 但是你再想一想 这个金钻政变 我所称的发生以后 彭旅渔突然出现在湖南 是吧 现在这事也在湖南 那有没有可能 习近平还是掌控着 只是习近平把这精力 放在打仗方面了 准备把他调到那里 培养人才呢 培养军队的选拔人才呢 这也很难说 那当然我们一切都以尊重事实吧 咱们这个不造谣 是吧 最后还有点时间 我告诉大家 今天还有一个新的消息 那就是西藏 因为什么 小胡在西藏 西藏这个干的时间最长 影响力非常大 习近平也是 你观察习近平的势力 究竟怎么样 我们来看看西藏 他说刘江在西藏自治区政法委会上强调 完整准确贯彻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什么新时代 就西藏统治下 他想控制西藏呢 因为西藏呢 西藏呢 西藏最优势 一个是民族矛盾 那么影响甚远 对不对 藏传佛教影响甚远 另一个就是 不胡小胡统治事件过场 都是他们的人 西藏担心 所以呢 自治区有个副书记 政法委是为刘江 就抓人家机器呗 你看中共国就这样 谁能控制刀把的 谁就掌握权力 召开了一个会议 学习什么呢 习近平的讲话精神 提到什么呢 唐治久安 日藏 这个防律 这里尤其是强调了 谁 陈文青 陈文青刚刚视察西藏 他不是到西藏来 习近平派的来 对不对 因为陈文青是习家军 陈文青不过也有人讲 陈文青是王岐山的嫡系 很难讲 我认为是两面人 将来他到底是怎么样 就很难讲 但目前他跑到西藏去 应该是习近平派的去 就怕那段出事 他为什么飞到这个地方 搞什么政法委会议 开了一个很大的会议 一再宣称反分裂 坚决维护 祖国统一民主团结 他就担心 都是小胡的人 先抓了这么多 小胡又上不来 小胡虽然现在回内蒙 没让他回西藏 对不对 回内蒙 宣示宣示党内团结 显示党内团结 这是一个虚假动作 并不意味着 胡春华就能上来 所以我认为他可能 这次为什么 陈文庆打前站来到西藏 表现了西民的恐慌 他把他失去控制 因为他失去控制 西藏麻烦了 积藏其实老胡一好 小胡一好 他影响力再大 也没有办法 和藏船的精神领袖 是不是 宗教领袖打喇嘛的影响力 但打喇嘛 连事已告了 看来中共想要那么困 把这打喇嘛困死 然后呢 中共才能长期的 再复制一些新的 就像那个 其他的活佛一样 再搞个其他的名堂 欺骗这个藏民 但是这一点很难 因为西藏这个地方 确实影响深远的 还是藏窜佛教 但是咱们从内斗的角度 可以看 就陈文庆非常着急 这似乎也显示 习近平对胡春华的警觉 习近平确实是麻烦 你看他这么大年龄了 身体也不好 殿小二们个个是烂泥 胡不上强了 这个你看李强 这个陈敏尔这些人 是吧 这个王小洪这 能干什么 是不是啊 小胡不现在是这么这么讲吧 你可以看出元老们 似乎是在 其心合力的 在推胡春华 取代这个习近平 那么胡春华即使上来 他也不可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他是个党官 是吧 但是他较自己 习近平 比较狡猾 多得稍稍 还有点奔礼 还值得假装 搞什么 韬光养晦 欺骗国际 美国 为首自由世界 对内还值得 富贵富贵老百姓 什么访平 问苦 脱贫攻坚 是不是啊 忽悠悠悠底层的草民 多得稍稍 统治手段 这么讲 这么讲 略有不同 比较狡猾 所以通过这个迹象 可以看出中共上层的权力动争 这个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那种政权 好 谢谢 再见